川普内阁两年结晶出炉承诺,迫使中共改变两方面,彭斯中国政策演讲持续升温,川普政府在重塑美中关系,尽管美国副总统彭斯4日关于美国政府的中共政策的演讲过去多日,但彭斯演讲仍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表示,感谢川普和彭斯告诉美国人民,舌的本性美资深媒体人表示,彭斯演讲是具有里程碑意义,但讲话川普政府正在重塑reset,美中关系迫使中共政府改变其在两个方面的行为,彭斯抨击中共破坏美国的民主制度。 时事评论员田园博士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说,对于中国人民的人权和自由,里根总统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抨击中共,说支持中国的信仰自由和人权,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实际行动,有的还实施了一些相反的帮助中共而不是帮助中国人民的行动。 他说,明显的例子就是比尔克林顿这个人宣布说人权和贸易脱钩,然后克林顿说,要把中共拉到世界贸易组织里面去,它使中共变成所谓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使中共变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邪恶党派魏京生。 感谢川普和彭斯告诉美国人民,蛇的本性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表示,中美之争不是简单的贸易逆差问题,而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中共的经济发展,不但没有给予中国人民自由和富裕,反而侵蚀着美国的自由和富裕进而发展,到干预美国政治,企图控制美国的政策。 这正是真正的冷战意识形态,决定了双方的敌对关系,而且从来如此,恐夫子所总结的人以理智性的价值体系,正是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最符合人性的普世价值,正是华夏民族从小到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从小到大发展的根本原因。 军事和文化等等只是政治体系发展的副产品,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是早已被西方人淘汰的价值体系和农役制度。 美国人可以容忍其存在,但共产党不会容忍民主自由的存在。 他们很正确地看到了两种文明的根本冲突,在国内不能容忍民主自由,在国际上他们,也不可能容忍。 美国人终于醒悟到,奴役制度和民主自由,不可能共存。 感谢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告诉美国人民蛇的本性。 彭斯演讲是川普内阁,两年结晶承诺,迫使中共改变两方面。 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四,10月4日在华盛顿一个智库发表演说, 罗列大量事实指控中共恶行,公开川普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华盛顿邮报》,负责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专栏作家罗金, George Reagan发表观点文章认为,彭斯的讲话说明川普政府承认过去的做法已经失败并发出国家, 呼吁要求行动起来罗金,说彭斯副总统周四就美中关系发表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讲话值得注意。 原因有两个首先这个讲话,披露了中共政府,在美国的国土上所进行的一场多方面的, 资源充足的,阴暗的影响力行动,其次他讲话将中共这个影响力行动, 放到了美中之间全球竞争的背景下,这种竞争正在各大州和各个领域进行逻辑说, 姑且不说彭斯指责中共政府正在瞄准川普总统的政治利益, 这是事实这次讲话的真正意义在于其承诺美国将会重新对抗北京的全球经济和战略侵略, 反对中共的内部镇压,并迫使中共政府改变其在这两个方面的行为, 我们不会放松,直到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公平, 互惠和尊重我们主权的基础上彭斯说, 即承诺了川普政府将从根本上重置, 美中双边关系罗金说, 副总统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和全世界传播影响力的一系列手段, 彭斯把中共的经济侵略,军事冒险主义, 影响力行动和专制扩张联系起来, 来说明北京很久以前就决定放弃与美国的真正合作, 因此华盛顿必须做出回应, 我们希望与北京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彭斯说,虽然北京一直在朝着进一步远离这一远景的方向走, 但中共领导人仍然何以改变路线。 罗金指出这一演讲, 是川普政府内部近两年工作的结晶这些工作, 旨在查明曝光和对抗越来越多的中共政府支持的干涉美国公共生活各个方面, 包括政治、政策、学术和新闻的企图。 罗金说, 彭斯正确地将中共的那些企图与北京的经济和战略扩张计划联系起来, 这些计划包括不公平贸易行为, 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陷阱外交, 经济间谍以及对外输出奥威尔市社会信用体系, 该体系执行审查制度, 并强制所有寻求进入中国的人, 要忠于共产党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